剛剛的話呢 其實已經知道的訊息 其實就是什麼 知道這個地址的前一個字 有沒有 前面這個字的位置了 那如果知道這個位置的話 我推下一個字 那我就知道下一個字在哪裡了嘛 比如說廈門街 有沒有 區域的下一個字就是下 那取三個字就OK 可是呢 它有可能是三個字 有可能是這個怎麼 可能是四個字 有可能五個字啦 所以呢 我要怎麼知道說 它到底是幾個字的話 那應該怎麼辦 那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其實它的方法很多啦 你們自己想想 就是說呢 它後面這個 這個尾巴那個字的位置 欸 這個尾巴的字的位置 應該是在哪裡 其實 一樣 它剛好也是三個規則 尾巴的那個字可能是接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到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利用剛剛這個公式有沒有 找出那個路接道的位置 假設我在這邊練習好了 我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取消 記得複製完取消 取消完之後再貼到右邊的這個儲存格 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其實 因為剛剛是零禮區嘛 那規則其實跟路接道 其實雷同 但是路接道比較沒有順序問題 你路接道哪一個先哪個後不影響 但是零禮區一定要先零再離再區 我們可以貼上之後改一下 把這個零禮區怎麼樣 改成路 有沒有 就是如果它尾巴那個字 假設你找不到路的話 你就再去幫我找找看有沒有接 OK OK 如果找不到接的話呢 那你再幫我找到 欸 這樣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動作主要就是做什麼呢 就確保我一定要找到它那個尾巴 那個字的位置在哪裡 OK 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什麼答案 你把這個位置有沒有 第九個字 剪掉它區的位置 有沒有 有沒有 把這邊等於什麼 應該很簡單的一個推理啦 就是把這個剪掉這個的話 那不就三個字 欸 那我把這個三 再放到密德的長度裡面 那就知道幾個字 這個是應該我想到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三個字 四個字有沒有 這邊都有啦 OK 好 但問題來了喔 後面的部分就是 我需要把這些公式 全部把它串在前面去 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公式啦 但未來如果你假設你實在是沒有辦法一次做對的話 你是可以分開啦 可是分開 分開好像比較麻煩耶 為什麼 因為你 你如果要做這件事的話好了 你可能這邊再插入一欄好了 比如再插入一欄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欄 如果你實在不會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密德 插入一個密德 然後這個地詞對不對 哪個字開始 路接到的位置加一嘛 它的下一個字 幾個字有沒有 那就取這個嘛 然後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在這邊再插入一欄 然後這邊這三個都一定要有 然後公式的話呢 就是密德 取這個地詞的資料 然後呢 利用I I值的是這個 路接到位置 這個區的這個位置加下一個字嘛 然後總共幾個字 總共三個字 就把這個K2的話 指的是幾個字的訊息 放在這邊 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把要做得出來的結果 給完成了 OK 那你說老師這個資料 這邊還有多這些資料怎麼辦 看起來有點礙眼 如果你講這礙眼的話沒關係 你把它選一下按右鍵 把它隱藏起來比較好了 但眼不見為近 OK 這樣也是可以啦 可是這樣感覺有點不夠專業 最好的方式 我是覺得還是要全部一次啦 可是如果要全部一次做對的話 是真的比較難 OK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這個方法 如果你要一次做對的話 我把它back回來好了 把它恢復好了 那如果要一次做對的話 就是直接把這個 我的習慣是這個先剪下 然後先放在哪裡 先放在mid裡面 然後它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地址在哪裡 地址在這裡 從哪個字開始 從林里區找到位置加一 然後幾個字 幾個字的話這個比較複雜 貼上之後的話呢 把貼上的資料 分別改成入階道 意思就是去幫我找一下入階道的位置 沒關係它順序不影響 反正就是入階道就對了 字不要打錯 好 它找到了9對不對 然後後面你再把它再做一個公式 什麼公式 再剪掉 剪 後面加一個剪 再貼一次啦 所以等於是那個公式要貼三次 這樣子的話就三個字了 OK 所以插入一個mid 然後把公式貼上加一 再貼上第二次之後的話 把它改成入階道 剪掉 再貼上一次的結果 這樣就OK了 不過很容易做錯 OK 我按確定啦 應該這樣 你看一下有沒有紅字 如果紅字你可能就要重來了 有沒有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邊的資料就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就多餘了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最後公式就長這樣 非常融長 我把它複製一下 如果你想要做錯 你們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自己比對一下好了 因為這實在是非常的 容易做錯 OK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なので 5項我們 Fro 一起留步 留甲 滅 六個 席 滅 сказала 我 去 找 智 走 滅 了 四個 做